好听广告 Action 城市搜查线 听众朋友你好 今天我们欢迎 彰化县劳工处的周慧婷 周科长要来跟我们分享 外国人彰化在地轻旅行的活动 科长你好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科长我们为什么要举办 外国人彰化在地轻旅行 这样子的活动呢 我们彰化县的移工朋友 已经达到六万多人了 然后呢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移工呢 是我们彰化县产业发展 不可或缺的一个劳动力来源 所以呢 县府呢想要借此 就是规划这一次的彰化在地轻旅行的活动 来感谢我们这些理想背景的 各国的一个工作伙伴 而且也带领我们这些移工朋友呢 可以体验我们彰化县 有多元文化的一个部分 那让他们就可以感受 在台湾工作 在彰化工作的一个亲切感跟归属感 是 那这个活动当然我们看到 好像后面有很多精彩的活动 日期也安排的非常的多 那是不是请科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次活动办理的时间还有地点 好我们这一次彰化在地轻旅行的一个活动时间呢 选在一个气候比较凉爽的九月份跟十月份来办理 那我们有特地规划设计了两条路线 分别是一个彰化稻箱产业之旅跟海线西冰小青旅 然后带领我们的外国朋友 来大家一起来体验这个彰化的山海之梅 那在路线一的一个部分 彰化稻箱产业之旅呢 我们安排在九月份 有两个第一次 九月二号跟九月十七号 所以这一次的行程规划呢 我们就是带我们的移工朋友来认识 我们彰化的文化产业 那行程包括有花坛的茉莉梦想馆 还有社头的袜子王观光工厂 台湾古堡还有西中公园这些景点哦 我们规划的路线二呢 就是海线西冰小青旅 那安排在十月份有三个题次 分别是十月十四、十月二十二跟十月二十九 那这一次呢 我们的行程规划也是带我们移工朋友 可以走访我们的方苑海空步道 王公渔港、方苑灯塔、路港老街 还有支带王观光工厂 让大家可以就是来看看 我们彰化海线的一个经典的景点 那我们这一次这个行程呢 也有特别搭配一个海洋食盐基地的 在地海洋午餐 那我们参加的一个移工朋友呢 都可以感受我们彰化在地的渔港风味哦 所以我们参加的朋友 不管是在看的部分 可以享受到吃的部分 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在地的特色 对对对 那这些就是行程 还有详细的一个活动时间跟地点呢 都可以到我们县政府劳工处的网站 或者是脸书粉丝专页来查询 是客厂那我们在参加活动的对象 还有人数 我们一定有一点规定跟限制吧 对我们这一次参加活动的这个对象呢 刚刚提到当然是我们彰化县的移工朋友 就是外国人的部分 还有我们事业单位的外国人的管理人员 还有我们仲介雇主的部分都可以来报名参加 那我们每一个梯次呢 参加人数是80人 那总共有五个梯次 那额满为止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赶快来踊跃的报名 以免项瑜 是 那这样子的活动这么精彩 这个费用到底怎么算 然后他是要应该要怎么样来报名呢 我们这次的活动是完全免费的哦 真的非常欢迎我们的外国人移工朋友 还有我们本县的劳工呢 都可以羞旧一起来参加 那这一次的这个活动呢 就是采全部都是采网络的报名 那现在报名时间已经开跑了 那到8月30日止 或者是如果我们提前额满的话 就是以额满为止这样子 那刚刚提到说相关讯息 都可以上我们县府劳工处网站 或者是粉丝专业来查讯 那或者是如果你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 也都可以拨电话进来询问 我们电话是零四七五三二四五五 谢先生 那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都非常结成的 就是提供大家咨询 那县府办理像这样子的 彰化在地轻旅行的活动 除了行程参观之外 还希望借由这样子的活动 达成什么样的目标或效果 刚刚提到就是这一次的活动 除了让我们的外国朋友 更认识我们彰化之美 还有彰化满满的人情味 还有彰化的美食之外 我们也是希望说 借这样的活动 可以让我们的雇主 跟我们的移工朋友 增加互动的机会 然后让他们 就是有良性的互动 劳资关系可以更和谐 那就是说 当然也是希望可以调节 我们移工朋友的一个身心的健康 那书解他们的一个思想的一个情缓 那如果说他们有一些生活或工作上的一些问题的话 我们在活动过程中呢 也都可以提供一些法令的咨询 那我们也会用就是比较轻松的一个氛围 用有讲真答的方式呢 来向我们的移工朋友 宣导相关的法令 然后呢 就是希望说 他们呢 也可以在这个活动过程中 吸收一些相关法令的知识 科长 在最后再给我们所有的移工朋友 还有雇主 这些我们的好朋友们 一起来再邀请 热烈邀请他们来参与这样子的 很难得的免费的活动 那欢迎我们彰化县的移工朋友 还有我们的雇主 都可以一起 还有我们的本国的劳工 都可以来一起来参与 我们这一次轻旅行的活动 是 谢谢 谢谢我们周慧婷 周科长 那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 城市搜查线 咱们就下回见咯 拜拜 以上为就业安定基金辅助 及彰化县政府广告